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行政院长赖清德卓在执群时,被国民党立委曲域人问到台湾是否有建国的需求及必要,赖魁则重申台湾已是主权独立的国家,名字叫中华民国,没有另外再宣布独立的必要,律师吕秋远则在脸书直言,这一段话从事实与逻辑上来说是完全不通。 他也认为这不仅不是现实,更是欠缺理想。 吕秋远表示,现状来说台湾就是台湾,中华民国就是中华民国,台湾如果跟中华民国完全重叠,那在1911年所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又是谁? 从中华民国没台湾,到中华民国在台湾,最后变成中华民国是台湾,这种投赌的逻辑与事实怎么会正确? 吕秋远指出,这种逻辑与事实大概与统一促进党与新党所主张的想法相同,他们口口声声要爱中国,而把中国等于中华民国。 但是他们在游行时,拿的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旗,庆祝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10月1日国庆,当台湾人质疑他们叛国,他们就会说爱中华民国。 但统促党眼里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是正统中国,却还很有脸的到中华民国的检察署,告发赖清德誓嫌内乱罪,背叛中华民国。 政治必须考量现实,也必须妥协,吕秋远认为赖清德的台独论述,却比西班牙统治下的巴塞隆纳自治政府还要惨不忍。 独可以暂时屈服于现状,但必须保持希望。 若希望等同现状,那政治与人生还有什么努力的目标? 吕秋远直言,政治有现实但也要有理想,其实赖魁可以坦诚身为中华民国的行政院长,基于种种的复杂现状,很难立刻宣布台湾独立。 但若直接说台湾不必独立,而且名称叫做中华民国,这不但不是现实,更是欠缺理想。